接下来往后看技术部分第三章轨道交通工程 轨道交通工程近五年平均分考试15分 大概就是考15分左右吧 没念 大家看虽然考的是15分 这四节里面主要考第二节明马基根施工 其他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这三节加起来 可能考试就考一两道选择题 其他所有的分子都考第二节明马基根施工 那么这个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 等会我们就带大家一带而过就行了 学习的时候主要是学习明马基根施工 好 我们先看第一节 给的这种结构与特点全部是了解性的 带大家就第一轮一带而过 它主要是介绍地铁的车站 包括地铁区间隧道有哪些常见的施工方法 简单的介绍 比如说我们先看车站有哪些施工方法呢 在你的书本上啊 车站的分类形式有这么一个表 你看你书本的94页 我也翻到书本的94页 这个表比较大 我还没办法展示 简单了解一下 不同的分类方式 比如说车站与地面相对位置 分成了高架车站 地面车站 地下车站 什么运营性质 分什么区域站 换乘站 输柳站等等 然后形状包括站台形式 有什么导式站台 有什么侧式站台 还有导侧混合式站台 所谓导式站台 比如这是地铁的上行线 这是地铁的下行线 如果我们大家是从中间上下车的 这就叫导式车站或者导式站台 然后如果说我们大家是从地铁两次上下车的 就叫侧式站台 如果说我们人既能从中间又能从两侧上下地铁的 就叫导侧混合式站台 那么地铁车站通常是包括了车站主体 出口及通道 附属建筑物等三大部分组成 比如偶尔考试考的比较片门 考个选择题 问你下列哪些属于车站主体部分 或者下列哪些属于附属建筑物部分 搞清楚一个概念 主体部分 一般是指的经常有人在里面的 比如车站的站台 站厅设备用房 生活用房 它经常会有人在里面 所以是车站主体 附属建筑物部分 是通常没有人在里面的 什么通风道 风亭 冷却塔 这些当然通常是没有人在里面了 所以它是附属建筑物 接下来出入口的设置 一般我们的地下建筑物 要有不少于两个直通地面的安全出口 这是消防安全要求 比如这个地方着火了 你不能说这个门就堵住了 不行了 还有另外一个门能够直通地面 就这个意思 地下的这些建筑物 一般是要求 有不少于两个直通地面的安全出口 好 明华施工 那么车站如何施工 就给你介绍这些车站的施工方法 地底车站 好 我可以明华 就直接像这样叫敞口方波的明华 然后往里面建造车站主体结构 如果说极坑比较深 土质比较差 你直接这样挖的话 容易坍塌 怎么办 我就可以这种带知户结构的明华 它也属于明华 只不过是带知户结构的明华 是不是 那这样的叫敞口方波开挖 这样的叫不方波开挖 带知户结构的开挖 明华法有点很多 直接往下挖 大家都会 是不是 所以它基础性 技术性的不是很强 它作业面多 速度快 攻击短 继续保证质量 造假低 所以一般情况下 如果场地允许的话 尽可能采用明华法施工 它的优点很多 接下来明华 如果是极坑比较深 土质比较差 为了防止极坑坍塌失纹 我们就用这种带知户结构的明华 那么这种内支撑的这种形式 像这样的叫钢结构的支撑 钢管层或者形钢层 都属于钢结构的支撑 像这样的叫钢筋混凝土支撑 或者纤胶混凝土支撑 这是根据支撑的材料来分类 有混凝土的支撑 有钢结构的支撑 包括钢管层 形钢层 都属于钢结构的支撑 那么如果说根据支撑方向的不同 像这样的叫对撑 对着撑住的像这样的叫脚撑 像这样的叫斜撑 小型的工作井 还有圆着一圈的这种环形梁 也有环形梁的形式 大家想个问题 当内支撑跨度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说当这个基根宽度比较宽 那此时这个支撑跨度比较大 这个支撑跨度比较大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一个往下这种挠区变形的趋势啊 这个时候就要在坑内设立柱顶住支撑 防止它往下面老去变形 是不是啊 所以说当支撑跨度比较大的时候 要在坑内设临时立柱来顶住这个支撑 当然你得明白 实际施工的时候 咱肯定是先施工立柱 然后随开挖随时支撑的 因为这个立柱得顶住上面的横称啊 好 接下来跟我体会一下 带支撑结构的明白基根施工 是如何施工的 这个布朗斯基金呗啊 一定要主人公的这种场景模拟 你想着你在开发这种大型极坑 你是如何施工保证极根的安全温度不太大的 一定要自己以主人公的这种场景去模拟一下啊 带入 我们来看 首先你这个基根太大了 太深了 我为了保证 基根施工的安全温度不坍塌 所以呢 我就要在基根四周围设维护结构 你看 我在基根四周围设维护结构 比如先交的钢筋和领土地下地去墙 我就用这些维护结构来抵挡周围的水土次压力 防止在基根开发过程中 变迫势稳坦塌是不是 维护结构施工 当然 如果说基根跨度比较大的话 我不但要施工维护结构 还得要设中间的数项支撑系统 比如临时的力柱是不是 数项支撑系统 因为基根跨度比较大的话 这个以后的支撑它容易往下面老去变形啊 我得利用这个力柱来顶住支撑 防止支撑向下弯曲变形嘛 好 维护结构施工好了以后 如果要想开发基根的话 要想开发基根 如果是含水低层 得要先降水后开挖嘛 先降水到水空基底以下 0.5米再开挖基根 然后过程中 开挖与支撑交替进行 你看哦 上一层支撑好了 才能开挖下一层 然后上一层支撑好了 才能开挖下一层 开挖与支撑交替进行 一直开挖到底板 开发到基底以后呢 肯定要低基处理嘛 低基处理进行低基生产力以后 然后我们打电层 打电层 如果有防水要求的话 电层上面还要做防水层 然后防水层上面 再交注车站的底板 钢筋混凝土 嗯 底板事故 好 那么现在大家想啊 比如车站的底板 钢筋混凝土的底板 咱们做好了 接下来往上继续施工 我们要做负二层的车站结构的话 此时请你仔细想一下 你想往上施工负二层的主体结构 但是 当你想往上施工 建造主体结构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 这道支撑在这个地方会碍事 它阻碍了你向上施工的空间 是不是 怎么办 所以你必然会把接导支撑拆除掉以后 才能够向上建造负二层主体结构啊 那么负二层主体结构建完了 比如咱们继续想往上再建造负一层主体结构 往上再建造负一层主体结构 这时候你又会发现 这道支撑在这 又阻碍了你向上施工的空间 怎么办 哎 我们也得把这道支撑给它拆除掉以后 才能接着向上建造负一层主体结构 那么 最后才能回填恢复上面的路面交通 你看看 最后顶板也施工好了 非诚主体结构施工好了 顶板也施工好了 然后咱们回填恢复上面的路面交通 刚才我讲的这个过程 不知道你仔细体会了没有 我讲这个过程啊 我们是如何开挖与支撑交替进行的 哎 你看看 刚才是不是开挖与支撑交替进行啊 哎 过程中 如何开挖与支撑交替进行 挖到底以后 是如何配合着拆除支撑 然后呢 和主体结构的施工交替进行的 这两个过程你要体会清楚 开挖与支撑交替进行 施工到底以后 咱们施作主体结构 是如何配合着拆除支撑 进行主体结构的施工的 这一挖一撑和一拆一剑的过程 如何匹配 如何搭配 要能想明白 每一个同学都必须要想明白 当然这是基本的逻辑 就是你没学过书本的 现场你去干活 你肯定就这么干 比如说你想建造这个扶二层主体结构 向往上建造扶二层主体结构 向往上七墙 向往上七墙 结果 结果这里都是很多支撑横在这里 很多支撑就横在这个位置 你想往上施工 那上部的空间被这个 被这个横称给阻挡了 你向上施工 施工不了啊 怎么办 你必须得把这套支撑 切除掉以后 才有足够的空间 让你向上继续施工 是不是 所以必然是配合着 掐除 支撑进行主体结构的施工 你必须这么干 不这么干就干不了了 下一步 要场景模拟 自己去体会一下 好的 那么 接下来我们再看 民法法施工时 图防是分层分段分块的开挖 然后开挖 直升交替进行 用这个直升顶住维护结构 防止它变形 钢管撑的一端是火落头 然后用千斤挺 可以对它施加运力 以增大对维护结构的横向抗力 防止维护结构 像坑列危机变形 那么为了防止施加运力的时候 考虑到运力损失 故施加的运力 要比升级轴力 要增加10% 并做好记录 在支撑预制力 加设前后的各12小时内 加密监测频率 如果发现运力损失了 或者微服结构变形 速率无收敛的情况下 我们叫附加运力 支持设计值 比如说你加的运力有损失了 怎么办 再附加运力 好盖瓦法 过去书上有这句话 说盖瓦也属于明瓦的一种 现在书上不这样讲了 盖瓦就是个了解性的内容 就是说在顶板盖子的保护下 仍往下开发图体 你看在顶板盖子的保护下 仍往下开发图体 那么这个顶板盖子 一旦盖上以后 它形成了一个近似闭合的形状 那很显然 这种闭合的形状 要比敞口的形状 要更稳定 是不是 所以说维护结构变形小 能够有效地控制 周围的突击变形和地表成降 有利于保护周围的建筑物 构筑物 那因为你是把上部的 地盖盖子盖上以后 仍在下面开挖的 这个时候就等于是室内作业 受外界的气候影响小 然后呢 机坑也更稳定 更安全 这种盖挖逆做法 适用于城区施工时 可尽快恢复路面 减小施工对交通的影响 那么盖挖法 它就分为了盖挖顺座 逆座 办理座 都是了解性内容 比如说不叫盖挖顺座法呢 书上有八幅简图 你看着书上每一幅图 后面这个ABCD的解释 来听我讲一下 什么是盖挖顺座法 反正第一遍嘛 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了解性的 听不懂也没关系 干嘛顺座法 第一步先试做维护结构 利用维护结构 来抵挡未来的机坑四周的水土次亚力满 防止机坑变形式位 第二步 试做数项支撑系统 比如我们讲机坑的跨度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要设临时的立柱 来顶住上部结构 顶住支撑 是不是 好 第三步 他就把定板盖子盖上了 盖挖 盖挖呢 他得把定板盖子盖上啊 定板盖子盖上以后 我们在定板盖子的保护下 往下面开挖 一边开挖 一边试做直升 开挖 直升 交替进行 一直开挖到底 基地处理好了以后 打电层 做防水层 然后试做钢筋混凝土的底板 钢筋混凝土的底板做好了 然后我们想往上试做服务二层主体结构 此时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这道直升在这里会碍事呀 所以你得把这道直升拆除掉以后 才有足够的空间 向上施工地下的负二层主体结构啊 地下负二层主体结构施工完了 再往上施工负一层主体结构 这个时候这道直升在这里又碍事了嘛 你得把这道直升拆除掉以后 才有足够的空间 向上施工负一层主体结构 最后呢 完成内装饰 灰填 恢复上方的路面交通 诶 实际上 我们讲盖挖顺做法 它就跟我们现实生活中施工的顺序一模一样 现实生活中 你想挖一个坑 你是不是从上往下开挖呀 所以盖挖顺做法 它在挖的时候 是从上向下开挖的 挖到底以后 它建造主体结构 是不是先建造地下负二层 建完了以后 再往上建造地下负一层啊 你看肯定是先建造地下的负二层 负二层建完了 再向上建造地下的负一层是不是 建造顺序是从下往上出层建造的 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 你想建一个楼房 肯定是先建第一层 再建第二层 再建第三层 肯定是从下往上建造嘛 所以说这种跟现实生活中一模一样的顺序 就叫盖挖顺做法 从上往下挖 挖到底以后 从下往上建 是不是 全部主体结构 这个肌肯里面的主体结构 全部建完了 然后回填 再恢复上面的路面交通 按部就班的施工 这就是盖挖顺做法 但是最后一步 全部施工好了 回填完了以后 才能完全的恢复路面交通 接下来 我通过这幅示意图 给大家把盖挖顺做法的流程 再讲一遍 实际上我并不想讲盖挖顺做法 因为它毕竟是了解性内容 我主要想通过这幅图 给大家把带知户结构的 明挖极根施工 讲解一下 因为明挖极根施工比较重要 而明挖极根施工 跟盖挖顺做法 不就差别 就在顶板盖子嘛 你把顶板盖子 看作一道支撑就没事了 就跟明挖极根施工是一样的了 那么我们来看啊 比如说你带知户结构的明挖极根施工 极根比较大比较深 为了防止开挖极根过程中 极根周围太大射稳怎么办 我们先用 维护结构 比如说你利用地下连续墙 把极根施作为给的维合起来 以后就拿这个维护结构 来抵挡极根丝周围的血涂质压力 防止极根施工过程中 会坦荡势稳 是不是啊 那么第一步 极根丝周围的维护结构做好了以后啊 第二步 再施作极根的数向支撑系统 因为极根跨度比较大呀 你跨度大了 就得有数向的柱子来支撑上面的顶板 是不是啊 数向支撑系统 数向支撑系统做好以后 如果是该挖顺度法 你开挖 然后就要施作顶板了吧 那如果是这种带支护结构的明万极根施工 也就是开挖支撑就要去进行了 你看 开挖 然后设支撑 再开挖 再设支撑 再开挖 再设支撑 是不是啊 就是开挖支撑就要去进行嘛 一直开挖到底 然后基底处理 然后基底上面 你再打电层 电层上面 你再做防水层 防水层做好了以后 你就做地底设站的底板了 是不是啊 主体结构的底板了 底板做好以后 比如现在你想向上做负二层的这个主体结构 想做这个负二层主体结构 你想往上施工负二层主体结构 结果这道支撑撑在这里 肯定碍事了嘛 阻挡了你向上施工的空间啊 所以说你就得先把这道支撑拆除掉以后 才能向上建造负二层主体结构 当你把整个这个负二层主体结构做完以后 再想向上建造地下负一层主体结构的话 你会发现这道支撑可能在这里又碍事了 你得把这道支撑拆除掉以后 才能有足够的空间向上建造负一层主体结构 向上建造负一层主体结构 最后施工这个顶板 然后回填 全部恢复路面交通 是不是啊 哎 这是我们带支付结构的这种啊 密码基根施工 它的工期流程 好 大家看哦 这两个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抗拔装 抗拔装 防止主体结构 由于压差的作用 会被顶得向上上浮的 抗拔装 像钉子一样 把主体结构给它钉在地下 盖瓦逆做法 逆做法书上也有八幅小度 连每幅图都有解释 那么 它的前三步 跟盖瓦逊做法是雷同的 第一步都是先做维护结构 第二步都是做树想支撑系统 第三步盖上地板盖子 初期 第四步不一样了 对盖瓦逆做法而言 第四步就可以完全的恢复路面交通了 而我们前面的盖瓦逆做法 是最后一步以后才完全的恢复路面交通 是不是 所以我们前面讲盖瓦法的优点的时候 讲的是盖瓦逆做法 可以尽快的恢复路面 减少对交通的影响 因为盖瓦逆做法 它是中间第四步 就可以先恢复路面交通了 然后 盖瓦地下浮一层 挖好地下浮一层了 就马上建造浮一层的主体结构 你看 挖好地下浮一层了 它就直接建造浮一层主体结构 然后再向下挖地下浮二层 再建造浮二层的主体结构 你看看 浮一层主体结构建好了 再开挖地下浮二层 然后再建造浮二层主体结构 由此来看 整个盖瓦逆做法 实际上它在开挖的时候 跟顺做法一样是从上往下开挖 但是 它建造的顺序 是从上向下建造的 你看 我们正常的顺做法 是从下往上建造 但是它盖瓦地做法 是浮一层挖好以后 马上就建造浮一层主体结构 浮一层主体结构建完了 然后再向下开挖 浮二层 浮二层挖好以后 再建造浮二层主体结构 所以它整个建造顺序 是从上向下建造的 所以我们讲盖瓦逆做法 这个逆子是体现在建造顺序 跟正常的顺序是相反的 所以它叫逆做法 此时 如果我让你指出盖瓦顺座与逆做的区别在哪里 第一我们这个时候应当是从三个方面 应当是从三个方面来解决 第一个方面 是开放交通的时机不一样 我们盖瓦顺座法 是最后一步 完全的开放浮一层交通 而盖瓦逆做法 是第四步就可以完全的开放浮一层交通了 是不是 第四步就可以恢复浮一层交通了 第二个区别 是建造顺序刚好相反 盖瓦顺座法 是按部就班的从下往上封层建造 盖瓦逆做法 是从上向下建造主体结构 第三个区别 盖瓦逆做法 在开瓦过程中 不需要再设临时的横向支撑了 而盖瓦顺座法 是随瓦随设支撑 开瓦与支撑交替进行 是不是 那为什么盖瓦逆做法 开瓦过程中 不需要设横向临时支撑了呢 因为盖瓦逆做法 它挖好底下浮一层 就直接建造浮一层主体结构了 那么这个浮一层主体结构的底板和顶板部分 就起到了横向支撑的作用 是不是 你看 浮一层的底板和顶板就起到横向支撑的作用了 所以它不需要再建造其他的横向临时支撑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它直接拿 比如说 它直接拿浮一层的这个底板 就起到了横向支撑维护结构的作用 能够预效的防止维护结构 向坑内危机变形 所以我们讲盖瓦顺座和逆座 主要是从这三个方面的区别 一开瓦交动的时机 二建造的顺序 三盖瓦顺座法不需要在开瓦顺座中再设临时的横向支撑 好 办理做法主要是分布恢复路面了解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 喷毛暗瓦法 本质上讲 前面不管是明瓦法 还是盖瓦法 从原理上讲 它都属于是明瓦的范畴 现在我们来讲 暗瓦法了 很多专业外的学员开始抓头脑塞了 什么喷毛暗瓦法 他觉得很拗口 实际上 我们就简单粗暴的从自明意思去解读就可以了 首先它是暗瓦 掏隧道 暗瓦隧道 喷毛暗瓦 喷就是在隧道端面上面挂钢筋网 喷活泥土 形成钢筋活泥土的隧道称其面 顶住周围的沿土 防止隧道弹趴呀 毛 是指在隧道的镜像咱们可以打毛干 沿着隧道的镜像 向四周打毛干 这样就可以拉住隧道的断面 防止它坍塌 是不是 这样喝起来嘛 叫喷毛暗瓦法 那么这个喷毛暗瓦法 如果土制条件比较好的话 我们用的就叫新奥法 土体比较好嘛 不容易坍塌 就用新奥法 就要求除去之后有一定的柔度 以充分的利用和发挥违言的自成能力 也就是说这个沿土条件比较好 它有自本能力 有自成能力 一往前挖隧道 它不会坍塌 而如果说土制条件比较差 这位的地质比较差 你一挖隧道就要坍塌 把人埋进去了 这时候我们就会用浅埋安挖法 来安挖隧道 什么浅埋安挖法 它的核心要点 就是十八字方针 咱简单 咱简单把十八字方针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说你现在土制不是比较差吗 那你土制差的话 我不敢直接挖 我直接挖的话 隧道就坍塌了 把这埋进去了 可不行啊 所以说我们讲 潜埋安挖法就更强调对前方土体的预加固和预知乎的措施 怎么对前方土体欲加固欲知乎啊 你看他叫管超前沿住浆 我还没往前方开发隧道呢 我就先在东口加设钢拱架 然后沿着开发前方先打入钢管 叫管超前啊 然后钢管里面要住浆 沿住浆 往钢管里面住浆 钢管的身上有很多小空眼 你往钢管里面住浆了 这些浆液就会流到周围的土层中去 对周围的土层也起到一个加固固结的作用 然后钢管里面给它封堵住 防止浆液外流嘛 接下来 短开挖 哎 开挖下面土体了 我们想 上面有棚户作用的支撑 然后周围的土体又加固稳定了 这个时候我们开挖下面的这个隧道土体 应该是比较安全 不会坍塌了 是不是 但是也很谨慎 短开挖 钢往前开挖个一两笔 又要强制 钢往前开挖一两笔 又要架钢拱架 也得尽想打锚竿 挂钢筋网喷混凝土 然后尽快的使它 这一乘气环给它封闭成环 快封闭嘛 把这一段的钢筋混凝土的 隧道乘气结构封闭成环 形成抗力 然后勤量测 这种高危的项目施工 比如说胜其坑工程或者隧道工程施工 都得要有过程中的监控量测 发现偏差 其实的反馈指导施工 防止 防止事故的发生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十八字方针就很容易了 讲白了 就是对前方图体的欲制护欲加固 然后短开挖强制护 是不是 就开挖一段 就做一段钢筋混凝土的隧道乘气结构 封闭成环 关照前研究将短开挖强制护 快封闭清凉测嘛 大家想一想 这种潜埋挖法 是指的往前方开挖隧道 如果你把前方开挖的这个隧道 你把它竖过来 它的功法 实际上跟我们前面的人工挖孔庄 不是很类似吗 人工挖孔庄 只不过是竖向的往下开挖 那么你开挖是不是挖一段 就做一段钢筋混凝土的护壁 养护形成强度以后 是不是开挖下一段 再做下一段的钢筋混凝土的护壁 它不也是短开挖强制护 然后把这一群护壁给它封闭生环吗 是不是 短开挖强制护快封闭嘛 好 那么前面挖法呀 注意及使用条件 首先不允许带水作业 为啥呀 因为前面挖法 是人配合的机具 在隧道里面开挖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 有人无水 一般有人操作的工作面 是不能够带水作业的 既然你是人配合的机械设备 在隧道里面开挖 那当然就不能带水作业了 好 往后 刚才我们讲了车站的施工方法 如何施工地铁施站 包括可以明挖直坑施工 还可以盖挖法施工 还可以暗挖法施工地铁的车站 现在我们来介绍 区间隧道结构的施工方法 这个地铁的区间隧道 怎么施工的 它也可以用明挖施工 也可以开挖 也可以暗挖 只不过 由于这个区间隧道 它是一种长条形的形状 所以说 本节 说明还要多介绍一个 顿购法施工 顿购法 它就比较适用于 长条形的隧道施工 那到底什么是施工法呢 简单的后面 会给大家介绍 现在咱们先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 奔毛暗挖法施工隧道的要求 说 喷毛挖法 比如图书条件比较差的时候 我们讲浅埋挖法 初期之后 要从上线下施工 什么意思 刚才我们讲浅埋 暗挖法18子方针的时候 是不是管兆建炎珠江 短开发墙质户啊 就是刚往前开发硬币 咱们叫隧道里面架设 钢拱下挂钢筋网 打锚杆 变成红领土 形成钢筋混领土的 内称机结构 是不是 这个时候 这个匆忙 施作的短开发墙质户的 这个质户部分 就叫初期质户 它是从上往下施工的 为什么这个初期质户 是从上向下施工的呢 我们讲啊 因为开挖与支户是交替进行 而隧道开挖是如何开挖的呀 隧道开挖是不是从上往下 用反阐式挖土机 从上往下开挖的呀 所以说你开挖与支户交替进行 你最开始把工领部分开挖出来了 你就在工领部分挂钢筋网 喷火灵土 形成工领部分的 干净火灵土的称机嘛 然后再往下开挖 再接长这个称机嘛 开挖到底以后 再把底部给它封闭称环嘛 哎 由于开挖与支户交替进行 开挖顺序是从上往下施工的 所以初期质户当然是从上向下施工了 但二次称器 是通过变形监测 确认初期质户基本上变形稳定了 初期质户不再变形了 才能施工二次称器 二次称器 就是我们去做地铁 你眼睛看到的隧道的光滑的类表面 它是二次称器的部分 由于前面有初期质户 基本上隧道已经变形稳定了 我们再做二次称器的 此时隧道内部的二次称器施工 就是按照正常的顺序 从下往上施工了 诶 能明白吧 初期质户施工的很匆忙 是短开挖墙支户的 所以开挖之户 其要次进行 都是从上向下施工的 初期质户 二次称器 因为有了前面初期质户的支撑 并且初期质户已经变形稳定了 我们才做二次称器的 所以说二次称器 就按正常顺序 从下往上施工了 好 接下来 这里的预知户预甲固的方针 怎么预知户预甲固 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小刀管筑浆 什么超前管筑浆 这些后面都会讲到 包括什么深空筑浆 把前方土地预甲固 甲固稳定了 我才敢往前方开发隧道 那么隧道土方开发 支户的原则 实际上跟前面的十八字方针 讲的是一个道理 前面十八字方针叫管超弦 管超弦干什么 比如预知户 然后岩柱江 比如柱江加固 然后短开发 开发一段 墙知户 开发一段就知户一段 快封闭 知户一段就封闭成管一段 请量测 通过监控量测 确认基本上必须稳定了 才能进行二次称器的施工 这样的话 我们隧道开发的原则 就跟十八字方针是一样的 管超前 岩柱江 短开发 墙知户 快封闭 请量测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说啊 我们在隧道开发过程中 要随时的监控量测 以制造施工 经验证明 拱顶下沉 是控制隧道稳定 叫直观和可靠的判定依据 那还用问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隧道的拱顶都有下沉的趋势了 是不是隧道具有坍塌的风险啊 所以当然这个拱顶下沉 是判断隧道变形 叫直观的可靠的依据嘛 当然 真正在隧道施工过程中 咱们建策项目可不止是拱顶下沉啊 用我们前面讲的思路 说隧道开发过程中 我们要建策来的项目啊 隧道开发过程中 你说要建策来的项目啊 首先是结构本体的位置 比如说结构本体的轴线高层 是不是啊 防止隧道开发偏离太多嘛 再一个结构本体的稳定性啊 比如说拱顶下沉啊 什么水平收敛啊 什么开列渗水情况啊 是不是啊 都要建策呀 然后 影响范围内的 周围的建筑物构筑物管线的变形 地层的沉降 道路的沉降 地下水位 这些都是音策项目 这些都是音策项目 老师 盖挖顺做法 顶板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 顶板是永久的 做完负一层 没有底 没有板和地面吗 如何挖负二层 杨瑞奇 你做负一层的时候 负一层 这个底板很大 它不是完全密封的 密封人在里面不闷死了吗 你得留出入口 供设备出入 供挖土往外运入运输土渣什么的 你得留 你得留孔洞啊 哦 你的意思是 哦 我我负一层做好了 建负一层出的结构 那就把负一层 底板全部交封死了 人再下去挖负二层 那人不在里面不闷死了吗 你得留了个去留孔洞啊 这样你的设备好进出 你挖的土房好往外外运啊 好奇心太重 好 与考试无关啊 好的 那么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这个 我们通过这个 啊 九幅配图 再给大家 把 再给大家 把 我们的 啊 浅埋麻法 如何施工的 或者喷麻麻法 挖隧道怎么 如何施工的 再简单介绍一下 这些呢 实际上考试呢 是了解性内容 但是呢 很多专业外的学员呢 我们想第一次学习 给大家增加一下感性认识 比如说 掉线了吗 拆除 拆除的时候 是先拆横撑 还是先拆立柱 啊 这个问题 你自己思考一下 你家有个柱子 这是柱子 柱子上面是梁 你说你拆屋子的时候 是先拆柱子 还是先卸下去上面的梁呢 那肯定是 先卸上面的梁啊 先把所承受的贺载 给它卸掉 才能拆除主体结构啊 要不然你拆柱子 那不就倒塌了吗 不就有危险吗 自己多思考思考 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零碎的这些 考试无关的问题呢 咱就 咱就不能占用太多的时间 啊 立柱有临时立柱 有永久立柱 临时立柱 最后肯定是要拆的 好 那么 我们再看啊 我们再看 说 我们的隧道施工 就是说喷门案法施工 短开挖 强制护满 那么 首先你要预制护去加固啊 第一个 我们十八字方针叫管超前 管超前 如何超前打入钢管呢 首先你要预制这个钢拱加呀 然后准备好钢管呀 准备好导管呀 比如小导管的话 准备好小导管 然后你就 隧道断面上架钢拱架 沿着前方打入啊 沿着前方打入钢管 沿着前方打入钢管 然后 超前筑浆 管超前沿筑浆嘛 往那个钢管里面要筑浆啊 筑浆以后呢 把钢管尾端给它封堵住 是不是 然后短开挖 开挖下面的突体 短开挖强制护 刚往前开挖一两米 又要架钢拱架 然后沿着镜像 打锚杆 挂钢筋网 喷混淋土 形成初期之户嘛 封闭生环 是不是啊 短开挖 快封闭 清两侧 等我们初期之户变形稳定了 才能试作 里面的二次乘七嘛 我们说初期之户 是随着开挖 从上向下 施工初期之户的 然后二次乘七 是按正常程序 从下往上施工 二次乘七的 注意哦 大家看我这幅图 二次乘七 通常用模板的车来试作 那么相当于 这个外面这层 是初期之户的话 它是从上往下施工的 然后里面这个叫防水跟地层 防水层 然后防水层里面 这个缝里面再交火灵土的话 就叫二次乘七火灵土 它是从下往上交注的 是不是 二次乘七火灵土 那这样的话 我们初期之户 防水跟地层 和里面的二次乘七 合起来 这三层就叫 复合式的乘七结构 后面会讲到 复合式的乘七结构